上到米尼克拉台风领响之下 离岛澎湖跟金门现在全面戒备 因为首当其冲之一 来看到是澎湖预计在今天晚上到明天上半天 可能会出现最大阵风来到十级 浪高三到四公尺 所以台花轮下午已经取消四点过后的航班 而澎湖县政府也宣布了 今天晚上跟明天上午是停班停课 提着行李手拿着纪念品 但脸上没有太多开心的表情 好不容易到澎湖玩一趟 却突然碰上台风搅局 上千米游客把马公港边机场挤得水泄不通 台花轮到下午四点半之后就不再开船 但运输人数比飞机还多 很明显港边的民众满满满 排队要通关都顾不得社交距离 一整天下来船班加上航班运输了将近两千多人 但还是有人赶不上 也没办法继续澎湖的水上行程 只好拍照留念 是现在唯一还能做的观光活动 西瓜可以不可以 阳光沙开行程通通都得先暂停 晚上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街 县服也临时做取消 怕台风来会坏掉会损坏 怕伤到民众 真的很可惜 很可惜哦 特别就是要来看澎湖国际 对啊 今天回去我就觉得很失望 真的好失望 除了澎湖 金门也被纳入警戒范围 一早机场就开始出现后补回台的人潮 快点回家 我们办后补啊 是哦 对啊 从早上就开始来这边办后补吗 对 刚刚办好 所以你们也是会怕台风就对 对对对 金门一早就有200名游客 办理后补机位返台 而金门风浪也逐渐慢慢增大 就怕台风横扫采灾 力道不敢放松警戒 旅客们失望的心情 育于言表 记者综合报导